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集训,另外一边朱婷和姚迪却被抱在香港游玩购物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朱婷自然成为众矢之受到很多球迷的批评。 而回顾整个风波事件可以发现,主要责任人其实是她的队友姚迪。 起因是因为姚迪在香港租游艇庆生,邀请朱婷等一众好友出席, 生日会过后姚迪在社交平台晒出多张合照,才会引发外界的热议和关注。 就在最近,在朱婷遭到网报过去两天左右后,姚迪做出一个重大决定,引起众多关注,很多球迷都十分心疼她。 可以看到,在姚迪发布这些照片后,网络上各种造谣以及攻击朱婷的人大有人在, 甚至有极端的球迷质疑朱婷不愿意为国家队服务,只为钱为国外球队服务。 这种失控的情况,对于姚迪这个朱婷的好友来说,无疑是非常意外的。 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自己分享了日常生活,会给的队友招来无穷的祸害,让外界充满各种质疑的声音。 所以就在最近,为了平息风波,有球迷发现姚迪已经彻底清空之前分享的合照, 除此之外,她更是注销了社交媒体,彻底和这些网络键盘下说拜拜。 很显然,姚迪这次真是被伤透心了,以后恐怕都不会轻易分享自己的日常了。 不少理智的球迷看到这一幕之后,都觉得非常心疼,这些网络键盘侠确实赢了, 他们把中国女排的功臣彻底喷怕了,也让这些球员彻底寒心了。 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热爱中国女排,喜欢这些队员的球迷来说,却是非常糟糕的消息。 本身朱婷这些球员一直以来就非常低调,除了参加国家队的比赛,以及国外的比赛之外, 他们很少在设媒分享自己的动态,只是希望默默训练,默默享受生活。 这次好不容易通过姚迪了解朱婷私下的消息,让一直关注朱婷的球迷可以解解馋。 结果因为这些网络键盘侠的攻击,导致好事变坏事。 如今的形势已经很清晰,朱婷和姚迪被一些球迷伤透了心。 另外一方面,考虑到朱婷和姚迪还在香港逗留,意味着这段时间, 他们恐怕没有办法回归中国女排参加集训,接下来的亚运会大概率也要缺席。 对于蔡斌来说,估计是挺遗憾的事情,她只能依靠现有式联赛阵容打好接下来的比赛了。 当然,从之前是联赛整体的实力表现来看,中国女排拿下亚运会的冠军难度并不是特别大。 只要大家全力以赴,即便没有朱婷在,中国女排同样有机会登上最高领奖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